第12題是問 請問該汽車0到4秒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我們不做任何投機去調的動作 乖乖的照我們所教的去做 我們的這個VT圖 我們只會有兩件事 一個叫做直線球加速度 一個叫面積球位移 我們知道平均速度就是花多少時間 我有多大的位移 那麼位移要用面積來算 我們就需要知道4秒的時候 對過去的速度是多少 這樣我才會有能夠有上底加下底的下底 然後去乘以高除以二球面積 那麼我們怎麼求出速度呢 那這是一個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隨便挑兩點算出來加速度都會一樣 所以呢在我們0秒的時候 我們的速度是30 然後我們在6秒的時候速度是15 這就是我們算出來的加速度 就會等於我們0秒的時候是30 4秒的時候速度不知道多少 這樣加速度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就是6分之負15 等於4分之負V減30 所以負60等於6V減掉180 那麼一向之後呢6V呢就會等於120 V就會等於20 所以這邊就是對的就是20 那麼我們就會有這個底 那我們就可以算出位移 位移就是面積 面積是個T型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除以2 上底是30 下底是20 乘以高呢我們是4秒鐘 除以2 所以這就是50乘以4除以2 消掉這2就100 所以它的位移是100公尺 因此我們帶進去我們的所謂的平均速度的算法 我的位移有100公尺 我花了4秒鐘 所以我每秒走25公尺 所以我們的第12題問我們說 請問該汽車0到4秒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我們答案選的是A 每秒25公尺